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秋冬必備的小寶貝 這些都是我新入手的單品 首先我會選擇這款按摩油 主要是保濕的成分 再配合緊緻的忌廉 因為我自己覺得冬天的話 只用忌廉是不夠保濕的 但這個忌廉有忌廉的成分 所以我按摩後 就會令到我的血液循環更好 令到我自己感覺上不會太腫 冬天一定會較少做運動 所以我會配合按摩的板 幫助自己去水腫 因為這些可以令你的淵包圍 可以舒服一點 還有疲勞 這個配合一套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好用的 另外我們現在秋冬 有時候皮膚很乾 亦容易令油脂的分泌不平衡 所以很容易爆粒粒 這個是家用的光學儀器 你有豆豆的時候可以按一下 它可以幫你的豆豆消炎 我覺得它的感覺上有點熱 就不會太痛 但對於石頭瘡來說 消炎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另外亦提到保濕是非常之重要 我平時亦都會塗這個精華液 再加Face Cream 但是秋冬的時候 我會加上這支精油 塗在臉上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保濕的效果 最後就連香水都有分季節 這個品牌出的香水 它也有分季節性 因為冬天很多時候 酒精就比較容易揮發了 而我選這一款香水 它就可以保持著 一個全日的香味 都不怕散發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這一款香水 這些就是我自己 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Blogger Choice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美髮提示 除了是洗頭水、護髮素 或是髮膜經常用之外 今天我也帶了一些小髮寶 跟大家分享 首先說這個 其實這個大家應該沒聽過 因為是一個洗頭前用的 你放在頭上十分鐘 全頭都塗了 包括頭皮和頭髮 其實是一個頭髮的保護器 是令你的基礎可以變得好的 一個小髮寶 另外除了頭髮的護理 頭皮大家都很容易忽略 但是我自己有兩支油 其實是可以塗頭皮的 因為頭皮 如果你護理得好的話 它的毛囊 你可以保護它 令它長頭髮都會長得好一點 這些就是一些 塗頭皮的精華液 特別是這一支 除了塗頭皮之外 基本上全頭 甚至是身體都可以用 還有一些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一些髮尾油 我這個是一個粒粒妝 每次用一粒塗在髮尾上 可以預防開叉 對比比比比比的是 非常厲害 比比比比比市 在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